做得更好 請來鄉親朋友大家好,我是晚晚,歡迎你收看台南鄉情境 台南鄉情境這個節目是由台南市政府製作最主要沒錯 是要讓鄉親朋友大家對到台南市政府國局處的業務做一個了解 當時也要跟鄉親朋友來報告台南市政府上新的主席跟外黨歡迎收看 我們今天要講的主題要介紹的是我們的農業區 另外要跟鄉親朋友來分享我們農業區在這次的台湾城鎮品牌獎 裡面他們在綠色環境的永續獎 這次是我們先來看這個影片聽看一段話要跟我們說什麼 農業區討論你的農業區媽媽 12月15號歡喜來跳到頭目 因為今天是他們驅逢很久的社區外人中心六成慶用 社區特別準備了滴山飯、滴山湯 對方的農地山來歡迎大家 請接牌 鼓接力 民活動中心全新過程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是一個非常具有環保概念 而且造型很漂亮的一個活動中心 最重要是結構比較安全 因為旧的活動中心結構出現一些問題 那為了里民的活動的時候的安全 我們就打掉重練 蓋一個新的活動中心 我們也希望說 許許多的建設不因為偏鄉 不因為山區而有所偏費 尤其該給民眾的一個活動空間 我們都一定要盡力努力來達成 謝謝重量的補助 謝謝議會的支持 謝謝各位里民的監督 讓我們有一個全新的 又很漂亮的 里民活動中心 農業副長 閃進屋來表示說 土甲里民多種中心 原本是農業副少 土甲分好以外的老骨好蝦 農業副長在一百零七年 行政改建作多種中心 總共是一千空三十七萬 這原先是農企國小土企文校 因為這邊的人口流失 那以至於這邊 學生就沒有學生來這邊就讀 那當地基民經過里民會議 那決定在這邊改為土甲集會所 公土甲這邊的民眾 或是附近社區的民眾 在這邊可以當個集會開會 還有活動的場所 農業這個地方 對著我們的民眾 可能你如果有在騎的人 你不覺得 我像我 很少到農業這個地方 所以在我的感覺 好像他對 跟市區有點距離 有點遙遠 但是我們農業區的屋中說不會 那麼農業區 可能我們的鄉親朋友 你有印象 就是最近有一個活動 兩千空一九年的時候 我們農業這裡有一個空山祭 哇 這個空山祭 非常成功 那麼這個地方 不然有人間吸收 但是這個空山祭 我們帶來這麼多的觀光客 這麼幼客 那麼這次的活動 也非常成功 所以讓我們民眾 對著林農駕這個地方 有較親的印象 那麼這次我們 我們還要跟我們鄉親朋友來分享 就是說 我們林農駕這個地方 在我們這次 這個台灣城鎮品牌獎當中 他們得到的是 綠色環境的永續獎 那麼稍等來我們也要請 今天的貴賓 來跟我們鄉親朋友來 做一個分享 那麼我們今天 邀請到這位貴賓 就是我們台南市政府 我們林農駕的庫長 我們顏鎮宇區長 區長你好 你好 是 那麼我們今天來介紹 我們的林農駕區 我剛才說 對我來說有點遙遠 可是區長說不會 因為區長可能真的 每天都要從林農駕和市區 這樣往來 所以對你來說已經習慣了 那麼有些人 可能對林農駕 有比較不太說解釋 是不是 我們區長跟鄉親朋友來 介紹一下好不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林農駕 就像剛剛沿澤說的 是一個很大的地方 但是待會兒我去林農駕 服務 我覺得林農駕 其實來到東區 差不多30分鐘 像從林農駕來到 這個社員坡這裡 北區40分鐘 而且以後這個86線的延伸 近目前都在規劃這一段 去到林農駕會更快 因為86線以後會延伸到內門到旗山 那榮駕本身是一個阿里山山脈的最尾端 在台南市的東南 東南 東南 他靠近內門阿聯 靠近新法 走到那種我們館廟 而且因為林農駕 靠近 靠近館廟 所以說 大家都會覺得比較偏偏 其實在早期 聽說在日記時代 其實他是在 吉桑跟萊門 來到林農駕的一個休息站 所以說 早期農駕 因為我們蠻融蠻發電軌 其實現在因為交通便利 所以說 比較跳過 所以說 人口就流失 再加上 早期他那時候 最主要的產品 是稚子 我們一般的稚子 稚子可以做學家 可以去搭我們的廚 操料 所以說 早期那時候是一個集合場 後來因為 我們的現代物品之外 所以說 我們現在用傳統的名言比較少 所以說 大家會對農駕的印象 會 比較沒有很深刻的印象 是 因為以前 我們的家具 就像我們區長說的 用竹子做的很多 對 我記得 在林農駕 這附近那時候 哪有竹子的工廠 竹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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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籽是在官廟 官廟 農駕專門做竹籽 譬如說 竹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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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都靠竹 是 那麼我聽說 龍駕 竹籽 這個名字 它還有特殊的來源 早期 在日記時代 好像是在大正九年 那時候 沒有實施 好像地方自治 那時候 因為竹籽 有兩例最大例 一例是竹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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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竹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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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竹籽 雖然是 竹籽很高 因為我有印象 我雖然很少去 但是還是去過 去那個地方 感覺就是說 空氣很好 像剛才我們區長說 它有很多竹籽 竹籽 竹籽 沒有感情 去看就是 它滿三片的都是竹籽 然後 給我最印象深刻的 就是它空氣有夠好 所以我們剛才在市區 每天 開車 尤其是 最下班的時候 那 那油煙 會讓我們 不能夠呼吸 呼吸 都會嚇到怕會有自息 但是如果 竹籽 你發覺 來到這邊 真的是空氣 有夠新鮮 所以 有時候 尤其是 我們區長說的 竹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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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偶爾到郊外區的時候 那兩者去那邊走一走 呼吸一下新鮮的空氣 那麼我要跟我們區長恭喜一下 就是說這次我們在臺灣城鎮品牌獎 我們有這個綠色環境的永續獎 那麼是不是? 邱區長跟我們分享一下 這次我們做參加城鎮品牌獎 我們最主要的主題和設定有哪個竹子 因為邱區畢竟它的竹編是在都已經發展很久了 那再加上我們地方融會一直在推展那個 把竹子給它探畫做一些竹製品 除了竹編還有竹製品 還有我們空山劑 我們市府藝術團隊有哪用我們的竹子 然後做主題就在設計 那另外為了 為了目前我們那個科教 科隆的科教 為了企劃它的一些科教 我們市政府也有跟嘉義大學合作 嚇農會合作 就用把那個科教 把它砍化後做海竹炭做貓沙 做一些竹醋液 做一些竹子 做一些竹子 這個東西 用竹的嚴肅 做成品 所以說我們這件下的 除了我們的地方 地方幾個景點以外 我們就把我們的竹製品做一個連貫 所以說這件大有幸得得到這個勇氣獎 所以說我們目前我們也是朝著這個在規劃 希望每年可以拿到更多的價位 來把這個傳統產品給它推廣 是 說到這個竹子 我們現在都回到 像說我們以前的生活 以前竹子好像有一段時間我們比較不重視了 現在它又開始跟它 重視因為第一點 傳播的問題 第二點就是它是天然的東西 它是天然的東西 對我們的身體 當然說沒有害處只有益處 像我現在市民上有很多竹炭 哇好多商人已經在推廣竹炭 那麼我只要說 我們剛才 局長你也有說的 像我們的這個竹子 去到廣告這裡就是萬三片的都是竹子 那麼這竹子有很多竹子的這種就是產業 是不是 請我們局長跟我們分享一下好不好 廣告目前最大宗的就是我們的利竹筍 利竹筍其實是廣告目前最大宗的產業 再來就在竹邊竹炭這部分 那利竹筍的話像這幾年 因為產量少因為天氣變化的因素 利竹筍其實我第一次到農旗 我才知道他們的利竹筍是很好吃的 他們吃到家裡有水分 還從我們來的 高杰里那種來的 他們最高在北農拍賣價最高一公斤 拍賣到450以上 450塊以上這是很頂級的 改天很多人來農旗在產季請你吃 我很願意 那個市長每天去都給我吃吃 你說你去到農旗就知道 你的竹筍怎麼吃 我還沒去到農旗就知道你的竹筍怎麼吃 沒有 我們一般在我們這邊的日本料理店 搞不好不一定能夠吃到那麼頂級 是啊 今天是高貴又不貴 因為我好喜歡買竹筍回來 比如說因為很很容易料理 對 你像你自己灑出來它就是冷筍 對啊 有時候你就熬一鍋湯 我最喜歡那個竹筍熬一鍋湯 它因為一鍋都很大鍋 你不怕說你今天吃不完 因為你明天冰著 明天再來吃 還是很好吃 我根本真的好像就講不完 沒有這個真的是有必要講給大家聽 那個我們撒孫子起來之後 跟我們的湯 你煮魚丸就很好吃 是喔 對對對 因為我都很喜歡竹筍跟肉粿 那個味道真的是 我要去講到 我們兩個講不到 那麼 像我們講到竹子的產業 我知道我們區公所在這個部分也很推廣 那麼是不是 請區長跟我們分享一下好不好 目前在推廣竹編的話 在隆起是我們的百竹園 就在182旁邊 那另外我們的竹會一直在朝著這方面 在設計一些竹編的產品 那其實我們要工手 不管是工手或是工部門在推廣 還是要鼓勵大家能夠購買 因為竹子要製作到成品 實在說用很多人工 所以說 我們富裕我們的民眾 如果把這個長輩購買這個竹製品 資料是我們台灣做的 其實都很小 但是現在就是有一些進口的 會打壓我們在地的產類 我們在鄉公手外面是一直 能夠找那些長輩來製作 辦展覽 或是辦一些類似促銷 我們就透過每一種活動 請他們出來實地做一下 讓大家體驗這個竹編 其實竹編真的是很辛苦的工作 對啊 你打碟到點鼻子 對對對 那個手 我們的手一定都沒辦法做 整個過程很辛苦 所以我們常常說 說一些少年人 他不想留在我們的家鄉 就是因為做這個工作很辛苦 所以我們現在也會用一些政策 來鼓勵他們吧 對啊 再公布我們就是盡量辦一些 展覽 透過我們各樣的活動 像我們從 我們從年中的鳳梨好損季 再來到 我們年底 像這個11月5號 我們跟榮蔚有辦一個採竹節 那另外在20號我們 榮蔚集有委託 我們榮蔚我們一起有合辦洋肉節 這個我們都會請在地的 這些竹編的長輩 來這邊擺設一些竹製品 那請大家能夠來參觀 沒問題就是說 因為我們去到兩者這裡 看的就是都得了 好像是因為它的土質 跟其他的地方不一樣 那就是說我們 因為一直在推廣 我們這裡是不是比較有特色的 一些竹子的產品 還是竹炭的這個產品 竹炭的產品我們在 我們竹炭館 就在我們市集那邊 有那個竹炭館裡面 有一些成品 就是我們在地農會 有推廣一些 剛剛有講的就 竹醋液 竹炭襪 還有竹片 竹片可以淨水 淨水用的 還有一些竹子做的衣服 這些相關的產品 因為這個都有透過加工 所以這些產品我們買回家 就可以使用 你要買竹子 我們竹子 可以使用力 可能比較低 第二個竹炭館 哪裡可以做一個家計使用 所以說這個竹炭館 可能大家 要買回去用的話 可能要看個人的家庭 現況 是 反正喔 這些東西都是天然的 人家說天然的最好 而且又環保 不會作出一些 不需要的垃圾出來 那麼 我們區長有說到 譬如說我們鳳梨豪筍祭 還有我一開始有說到的空山祭 那麼這些活動 我們都帶來很多林條 那麼有些民眾 來到這裡參觀這些活動 那這些活動可能就幾個小時 來到這個時候 有說 反正既然來了 就四處去洗洗 那要去哪裡洗 在隆起的話 其實在這幾年來我一直在推廣 就剛剛有很多說的 就是說 我希望說來的人可以留在這裡 希望他們能夠提早到隆起 不要說天晚上下來 希望他知道就來 知道來 我們從 到隆起 除了開車我們做的公車很方便 從市區其實有洪幹線公車 可以直接到隆起 那光浮行山的話 白天看的景象跟晚上空山祭的景 開燈以後的景象 其實是不一樣的 其實民眾可以來體驗 那另外在隆起的話 我們在一清晨就可以到我們的 那個 農船裡那個 林尊鵬 那個 那個關日庭 其實 你如果沒有早上到關日庭 就能看的日出啊 不一定再跑到二寮 比較遠的地方 那另外在隆起的話 我們 最有名的就是我們文房店 文房店那邊 平常假日就有很多遊客會 會到那邊 文房店附地大 而且他提供場所 可以讓民眾在那邊休閒 另外還有兩個地方就是 我們的 那個 牛浦龍堂 牛浦龍堂 我們有水寶寺 有做的我們的 新清環保室的 我們的環境教育場子 他那裡可以有 有一個夢幻府 其實你如果 你如果可以走下去 給他洗一下 他感受他當地那個 現況 他的 清環園的土地 走我們的 雨水面 還可以在那裡吸水 其實這個 政府已經弄了很多的施工方式 不怎麼擠水 不怎麼把水 保存起來 那是一個 真好的方式 那另外 你如果在我們的 牛浦龍堂 還走比較近 我們目前市政府 已經把我們的 以前的炸藥工廠 現在 農企工廠 他漸漸 我們市政府 還要規劃做一個 自然地景的公園 而且這個寶寶 我們市政府 已經開始委託的規劃 到時候 規劃可能會朝著 向市民開放 申請開放 進去參觀 因為那裡 一寶寶 那是一個 自然生態的保護區 所以說 可能 會朝著 朝著觀光 開放人數 因為 不希望那些現況 就會做一個破壞 所以說 以後 如果來到農企 其實 光做幾個點 他就可以走幾天 是 那麼 剛才我們一直在說 就是說 我們農駕這個地方 比如說 介紹我們的賊 還介紹我們館公的地方 那我想要說 我們區長 來到我們農駕這個地方 很努力 很打拼 在農駕也很努力 在埔政 還是建設 那麼 那先跟我們來分享一下 區長 我們的區政方面的一些政績 在農駕的話 剛剛就是有跟大家報告過 其實我們最大的建設 就是我們八十六山延伸 到高雄 旗山來 這段可以打通 其實從市區到農駕的時間會縮短 而且剛剛有報告的 那是一個 上面有一個 有煙囪工的 所以農駕的空氣 比白駕更好 而且你可以速度很快 到農駕 你白天 你去市區 消費 晚上可以享受 山林的幽靜的生活 這個博文 市政府一直努力 所以說 中央的核頂 這是百億的建設 那另外再來我們 福星山就是 每年年底的空山基 這是 然後市政府一直 挹注資源 在這個地方 剛剛有跟大家報告過 就是我們的 五間步道 可以走去我們的 觀日庭 再走到以前 我們以前最有名 三零八高地的 拖駕駛 另外一個方面 就是剛剛有講 有講的那個 牛蒲龍棠 牛蒲龍棠 已經整治了 這個部門 可能是 市政府 怕水保時 比較大的建設 因為早期的遺跡 還有開放 還有整修 其實這個都 為了讓市民 能夠 能夠來享受 這個山林的生活 今天是一個 建設 休閒的地方 是 那麼 另外 就是說 對著我們 龍棠 是 未來我們有什麼 價位嗎 目前喔 龍棠 因為 今年度有 西來亞國家公園 有向南 延伸 剛剛有大家 報告過 地景公園 籌備 所以說 林工 當然是 價位說 可以透過跟在地的合作 可以 發展 觀光 所以說 因為龍棠的人口流失很嚴重 所以說 有留一些類似 我們早期的 工廠 工廠 我們希望可以發展 民宿 的基地 所以說 我們在明年 希望透過我們 地方創生的申請 可以 把這個老屋 可以 透過在地的結合 可以做一個改善 讓外地人 可以在這裡享受 好的空氣 這個 靈靜的生活 不管是 散步 運動 其實都是 很適合市區的人 來這裡多一枚 多兩枚 都可以 可以 要讓外流的人口 可以回到 我們的故鄉發展 這樣的人口 可以提升 這是目前的期望 你說風水 輪流轉 對 以前的人 大家都在 這個 政下的地方 都覺得 我們這個地方沒有發展 所以大家都走去市區 才是說 買票 去做工作 但是 這樣 幾年下來 這樣一段時間下來之後 大家發現說 對我們自己的那個身心 要照顧好 不只要賺錢 人家打拼去賺錢 結果 人家賺錢 到後來都在 顧自己的 健康 還是顧自己的生命 所以有時候 我們就是說 有時候 工作不可以 也要注意 照顧自己的 心情 或是 讓自己 紓解一下 所以現在回來 剛才 留下這個地方 變成寶地 對 像剛才我們 局長在說的 這個地方 我看那個 房子 都很空曠 對 像我們 剛才在家裡 有時候都是公寓 窄窄的 每天回來 都是面對那幾個房間 但是我們現在 比如說 假日的時候 走來留下 住個一個晚上 或兩個晚上 把自己的 調適一下 一個禮拜下來 有時候 工作壓力 稍微 紓解一下 然後呼吸一下 新鮮的空氣 這個地方 變成 那個 因為觀光的 關係 它會 靠到發電 我們區長在說 說 我們 兩者這裡比較有能力 不是 只要能力 是 這個名字 早期 有兩人最大禮的 那兩人都能力的 一禮叫龍淳 一禮叫駕駛 一禮叫駕駛 那兩人叫駕駛 那我誤會那個意思 駕駛這個地方 這個人文 應該 比 祺窟 有不一樣的地方 當然 祺窟 因為現在都是長輩 農期 農期 那個 六十五歲的人 佔到三十一 那個 我今天有算 九十歲 九十歲 九十歲以上 四十歲就降一 所以比例很高 所以說農期那些人 都長一 長輩 他都住在 我們 駕駛說的 他都住在山裡面 所以說 他的長輩 都比較沒想到蠢 所以說 那些人都很純樸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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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有需要 政府的 集團 教育 方便 這個部 所以說 除了民工存譜 而且 他們的生活 也很單純 單純 所以我們對老人的 教育 去工作 就會 比較用 用心 其實我們大部分的心力 都是在那個 老人 照顧這方面 我們 我們兩者 在山區 市長 市長 會做 他對老人 很重要 除了有小黃公車以外 我們還有 長照專車 長照專車 就是 長輩 要去就醫 不拿椅子 不去復健 他都會來工作醫院 我們派車 有一個專車 專門載這些長輩 可以載到臨近 臨近的醫療院所 有一個舊子 所以說 如果他們沒有 有一些 辛苦不通 我們都可以 給他們 所以我們 副公司收割的工作 跟一般 市府收割的 副公司的工作 就不太一樣 差了一點點 就這個業務 比 跟其他地方不同 嗯 副長去到 龍項這裡有一年多的時間嗎 兩年多 兩年多 所以對龍項這個地方 這個區鎮 這個區鎮 還是說 這個地方的人文歷史 大概都熟練 那麼 區長 你自己本身 去到這個地方 當然 我覺得你跟 在市府部一樣 是 你自己的感受是什麼 這邊喔 這邊喔 這邊的 居民喔 他的步調比較慢 嗯 而且 他這時候 支線的方式喔 可能 除了看電視以外 嗯 他 老一輩 你還要看手機喔 嗯 不習慣 不習慣 所以說 你都要 豆腐 喔 幾乎什麼東西都要豆腐 喔 沒有喔 沒有 有時候他 他 他要拿到我們的資料 會比較慢 所以說 每一樣的調查喔 都幾乎要一根一根去問 嗯 他如果有訴求 有什麼 我們平常就要做好資料 跟市區比較不同 所以 所以 救醫啊 救水都很方便 嗯 所以區長的犯罪 對這裡 四大人 差不多你大家都有認識嗎 大部分都有認識啦 都會 幾乎會看學生 因為 像農齊的話 我們有八里 我們就四里有關懷祭典 那 主棚有長輩家 嗯 嗯 四個祭典 另外再加一個禮 其實是五個所長 嗯 所以喔 減輕一些 我們在外面 在工作的這些年輕人 有時候 一些年輕人都在外面 在工作 有時候 有時候 身體更放在北部 還有一些官室 那麼 當然 啊 四大人在的 鎮腳 在的處裡 難免 我們這些年輕人都會看心 所以喔 變成說 我們區公所 幫我們這些年輕人 跟我們這些四大人 照顧得好 讓我們這些年輕人 比較沒有後顧之一喔 變成說 如果是 到你的時候 嗯 有空回來 看一下 家裡的四大人 給他們一些 減輕他們的 心情 就是沉重的壓力喔 那麼今天 很感謝喔 我們龍駕区喔 我們 顏鎮宇區長 來到我們鄉親朋友 來介紹我們龍駕這個所在喔 也跟我們分享 他們這次喔 這個台灣城鎮品牌獎 裡面喔 綠色環境永續獎 這個榮耀喔 最後我們區長 還有什麼 跟我們鄉親朋友講 我們是希望大家喔 可以利用我們的大眾因素工具喔 還是開車來到龍駕 做一個一日遊喔 啊 而且我們12月底喔 我們的空山季又開始了喔 其實大家可以利用這個時間喔 來龍駕 不管是我運動 我健身 我散步 我休息喔 我們 可以大家來龍駕 走走看看 是 謝謝 謝謝 那麼也感謝我們鄉親朋友 你的收看喔 台南鄉親走 我是婉婉 我們下次見喔 我是婉婉